我怀孕了,竹马带着我去领证,他跟我说,你要是和我结婚,不仅孩子有了爹,还不担心婆媳矛盾,我好像不吃亏。 我蹲在厕所,看着验韵棒上的两条红杠杠,欲哭无泪,我怀孕了。 嗯,我擦了擦眼睛,确定我没有看错,独自消化完这个消息之后,默默地打开微信的聊天框,孩儿他爸,在吗? 宋慈安回消息的速度很快,但是仍然是保持着他高冷的人设,只回了一个符号,我遏制住内心的气急败坏,先是发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微笑,随后拿着手机拍下验韵棒,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丢。 你来真的?这次宋慈安的消息倒是回得很慢,但是他着急地感叹号让我知道,他和我一样震惊。 我无奈地服额,最终还是陈述这个事实,除了你,我没有过第二个男人。 是的,我和宋慈安不是男女朋友,只是青梅竹马,但是那天半夜喝酒误事,迷迷糊糊之间,我们俩大概应该可能也许睡了,要不然,这孩子哪来的? 宋慈安兴许是无法消化,突然冒出孩子,一直没回我消息。 我看着他不断输入又停止的聊天矿,试探道,要不打了?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宋慈安一直都没回我的消息,可能也是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我等了许久,也没等到宋慈安的消息,直接走出家门,敲开了他家的门。 我觉得宋慈安的神情显得很不知所措,我自顾自地走了进去,把艳运棒递给他,你自己看吧,我没课你。 宋慈安拿着艳运棒看了许久,最终才缓缓吐出一句话,那我们结婚,现在去领证。 我觉得有些不合适,扭扭捏捏,我们都畜成兄弟了,再结婚不合适吧,兄弟会怀孕。 他眯了眯眼睛,调侃道,你要是和我结婚呢,不仅孩子有了爹,还不担心婆媳矛盾。 救命,真的好心动。 我这个人最怕的不是别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但是我和宋慈的关系格外的和谐,甚至和谐到,我觉得他是拿我当亲生女儿对待。 走,结婚,我脑子一热,觉得这个计划可行,直接去卧室拿出了户口本。 宋慈安开车带着我去了民政局,像普通情侣一样,拍照盖章,一气呵成。 只是宋慈安的表情,怎么看都觉得不情愿,好像是我逼婚一样。 直到我拿到红本子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有多么的冲动。 我竟然结婚了? 闪婚。 走吧。 宋慈安牵着我的手,就往车的方向走。 我下意识地甩开他的手,去哪? 去你家呀? 宋慈安一副很惆怅的样子,结了婚,就得对你负责不是,为什么他能叫爸妈这么顺口啊? 我握着这本结婚证,在内心衡量了,如果我现在想离婚,被他对死的概率有多大。 宋慈安好像意识到我内心的纠结,缓缓开口,来不及了,刚刚我给亲朋好友都发消息。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你有手势吧。 我和他回了家,我们各自的家庭,双方的父母齐聚一趟。 我明显感觉到我爸那几句压迫的眼神,当然对的是宋慈安,毕竟宋慈安把我爸辛苦养的大白菜给拱了。 无所谓,我会装死。 宋慈安的神色淡然,郑重其事地在大家面前说道, 爸妈,我和南南结婚了,宋慈安的爸妈是最高兴的,先是看了看我的肚子,随后才喜笑颜开地说道, 两个孩子能在一起,一直都是我们两家最希望的不是吗? 这不是好事吗? 我妈倒是对此没什么意见,甚至在我还小的时候,恨不得把我塞给宋家。 爸妈,我会对南南好的。 宋慈安适时地补了一句。 只是我觉得这宰子叫我南南的时候,语气有种说不出的宠溺是为什么。 我爸妈还是有点不高兴,先斩后奏,换谁都不会高兴。 爸妈让我先回家,我有点紧张,但是对上宋慈安的眼神,又莫名地安心许多。 我百般无赖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宋慈安来叫我。 宋慈安的眼神闪闪发亮,甚至还带着些许的自豪,爸妈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我对此感到很意外,我以为爸爸还会再纠结一番。 我对和宋慈安结婚这件事,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宋慈安有些扭捏地开口,那今晚去哪里? 我很少见过他这般腼腆,还带着急促的模样,忍不住开口,当然是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咯。 宋慈安看起来很窘迫,但是一瞬间又恢复了毒舌,你看看咱爸妈会不会把我俩赶出来。 我瞬间就粘了,我妈和他妈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在这件事上有着出奇的默契。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带着我去了他的单身公寓,只是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没有任何女人的痕迹,只是窗台上的紫色花盆,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宋慈安不是个喜欢紫色的人,为什么花盆是紫色的? 尽管我怀孕了,我还是选择继续工作,不想做金丝雀,也不想被别人说因为孩子捆着宋慈安。 我到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带着一种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是在探究什么。 我和宋慈安的关系一直都是对外保密的,我只是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他是总裁,仅此而已。 小江把这个文件打印一份,宋慈安的秘书江云云把资料放在我的面前,面色平静。 我很敏锐地察觉到他眼底的那一丝不屑和敌意。 我礼貌性地微笑道,江秘书,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江云云看着我,依旧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这是宋总裁安排的,我微微挑眉。 宋慈安这个人虽然很狗,但是我都怀孕了,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剥削我的劳动力。 那就让宋总裁自己亲自来和我说,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请不要随意来烦我。 我本来就因为突然怀孕和闪婚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他又来恶心我,我更加烦躁了。 江云云兴许是在我这讨不到好,也只能善善离去。 大家看完好戏,纷纷凑上来,我带的实习生神色尴尬。 秋姐,你没事吧? 我知道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江云云为什么突然发难,但是我知道,一直以来他就和我不对付。 只是,我不关心,现在我该关心的是我该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我还没做热屁股,江云云又来了,他依旧是一副淡然的样子,彰显着他的洋洋得意。 所以,宋总才叫你。 我微微挑眉,这仔子叫我干嘛,嫌这件事知道的人还不多是吧? 我进了宋慈安的办公室,看着宋慈安,确实挺赏心悦目的。 是不是累了? 宋慈安坐在办公椅上,随手指了纸边上的一堆零食,那里有吃的。 我先是发愣,随后想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忍俊不禁,你叫我进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宋慈安这么可爱呢? 但是,随后心里有点吃味,他突然地转变,大概率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吧。 宋慈安兴许是见我不动,又补了一句,吃完好好工作。 我听他这么说,反而没有心理负担了,随后抄起一包薯片,就坐在沙发上大摇大摆地吃了起来。 我吃着零食,感慨宋慈安的办公环境好,真是个会享受的。 我扭头盯着宋慈安,只见他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手指不断记录着,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悄无声息地凑过去,宋慈安眼几手快地将电脑网页关闭,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些信息,有关于孕妇产检的事情。 你吃完了,就给我滚回去工作。 宋慈安变了脸色,语气有些被人撞见秘密的窘迫。 我笑而不语,没想到这人还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出了她的办公室,发现江云运正和我周围的同事谈笑风声。 之前江云运自视清高,从来不会和我们这些人聊天的,怎的今天聊得这么开心? 我走过去,就瞧见她正眉飞色舞地说着,是啊,前两天我们都去见了父母,想必接下来就要谈婚论嫁了。 实习生也跟着附和,我知道江云运,她和宋慈安是高中和大学同学,有个谈了七八年的男朋友,我从来没怀疑过她和宋慈安有什么关系。 小江是不是也二十五六了?再不找男朋友,就难找了哦。 江云运看见我来,顺带着将话题引到我的身上,我听着生理不适,但是仍然语气平静地回了一句,我又不是商品,不需要被挑选。 江云运的脸色瞬间不好看了,几个和我熟悉的组员冲我竖起大拇指,我笑着硬下,已有找到男朋友为荣,是不是太肤浅了一些? 江云运继续说道,以前我和一样年轻不懂事,但是如今啊,遇见我的未婚夫才知道,女人还是要结婚才算完整呢。 我想她说这番话是想来羞辱我的,但是其他几个一直没结婚的同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江云运还继续说着关于女人的观点,你呀,就是太强势了,所以才找不到男朋友呢。 我掏了掏耳朵,确定她说的这句话烦得人神共愤,微微张口,关你屁事。 简简单单四个字,完胜。 大家也忍不住吃笑起来。 江云运意识到自己引起大家的不满,有些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对上她的目光,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只是淡淡地问道,江助理不赶紧回去吗? 话必,我便低下头处理今天的文件,听见江云运踩着恨天高,离开了我的宫位。 经此一事,接下来一个月,江云运没有继续来找我麻烦。 我下了班,就像躲债的一样,观察好没人看到之后,钻进宋慈安的车里。 宋慈安给我系上安全带,我们是合法夫妻,被人看到不好,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抱上了总裁的大腿呢?不合适不合适。 我被他车上的小挂件吸引了,下意识地呢喃道,随便你。 宋慈安不音不扬地回了我一句,我转头想对他两句,却发现他的领口上隐约有着一束假睫毛,不明显。 我凑上前去,伸手把那促假睫毛取下来。 宋慈安的呼吸急促,耳根微微发红,你干嘛? 我意识到刚刚那个距离实在太近了,缓过神来,也不自觉地脸红了。 但是我还是伸出手,很理直气壮地说道,说吧,是哪个女人的? 你背着我出轨了。 一番话说得义正言辞,我差点就被自己给骗了。 你再给我装。 宋慈安一眼就看出我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专注开车,但是仍然呛我一句。 我很无奈地说道,我没开玩笑,这是认真的,我希望回家能听到你的解释。 虽然我和宋慈安是因为一次意外在一起的,但是我仍然希望我们的婚姻是忠诚的。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之前就不应该和我结婚。 我能明显感觉到宋慈安的神色有些紧张,回到家的时候,我先是趴在他的脖梗处,确认没有别的味道,才缓缓说道,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吗? 其实我是很相信宋慈安的,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洁身自好,不抽烟不喝酒,也没谈过恋爱。 但是万一呢?这宅子经不住诱惑怎么办?等会我把办公室的监控调出来给你看。 宋慈安的眼神里也是疑惑,但是为了让我放心,还是提出了最简单的方法。 我兴致缺缺,躺在沙发上,嘟囔着,不信。 宋慈安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在处理事情,神情严肃,一丝不苟。 我觉得和宋慈安待在一个空间里会有些尴尬,思维一直都是发散着的。 却被他认真工作的样子给吸引了。 深邃的眉眼和清晰的下额线,都在彰显他的男性魅力,好帅怎么办? 我专注地盯着他,连皱起来的眉头都很帅。 宋慈安微微抬头,眼神与我对上,眉头舒展,你在看什么? 你管我?我收回自己的目光,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都结婚了,还不让看了。 宋慈安没有呛我,而是选择去做饭,而且, 做的全都是我爱吃的。 我的眼神有点一言难尽,想起来之前在学校时候的光景, 那时候都是我把不爱吃的菜挑到他的碗里,没想到他寄了这么久。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恨不得把头埋进碗里,专心吃饭。 宋慈安则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生怕我吃不饱一般。 我抬起头,习惯性地对他两句,你不饿吗? 宋慈安吃了别的语气也不好,吃你的就是了,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是吧。 我默默地瞥向了他刚刚亮起来的手机屏幕,上面赫然显现出江云云的消息, 但是下面的那行小字,我没有看清楚。 宋慈安看了一眼消息,随后就收回了自己的眼神,淡淡地说道, 待会我还要去公司一趟,有个重要的文件没有签。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说不让他去,那显然不可能。 他在工作上一直都是说一不二的,他去公司无非就是因为江云发的消息。 最终我点点头,默默地吃着可乐鸡翅,则,这崽子,厨艺还是不错的。 我吃完饭,宋慈安先是把碗洗了,随后才去的公司。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小组的八卦群。 以往这个时间都是很热闹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 我洗漱完之后,就迷迷邓邓地睡着了。 我感觉到宋慈安的气息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檀香。 我对香料颇有研究,所以一下便分辨出来了, 和江云云一直佩戴的那串檀香手串的味道很像。 困意充斥着我的脑子, 我并不想和宋慈安多说什么,只是眯着眼睛继续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宋慈安正在做早饭,我盯盯地盯着他,直接说道, 你昨天去公司做什么? 咱爸可说了,没有叫你去。 是江云云叫你去的,这家公司是宋慈安的爸爸开的。 宋慈安在公司很低调,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坐上了总裁的位置, 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 宋慈安张嘴解释道,我去的时候,才知道是他栏尾言犯了, 我就联系了他男朋友。 我对此表示疑惑不解,他有男朋友, 为什么栏尾言犯了,给你发消息? 我很相信我的第六感,江云云绝对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说公司突然有事,我才去的。 宋慈安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孩,小心地和我解释。 我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他,以数十年的情谊做赌注,笑着说道, 我知道了,但是你下次不许单独去见他了。 工作时间,江云云是他的助理,我无话可说。 但是私下以工作的名义把宋慈安叫走,又突然栏尾言发作, 肯定是有别的目的,我还没到疑运傻三年的地步。 这件小事并没有影响我和宋慈安的关系, 我很信任他,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周一回到公司的时候,我依旧和他保持着距离。 等到中午的时候,我拿上我的包,准备和实习生一起去吃饭。 江云云走到我的面前,将我拦住。 我对昨晚他借工作之职,叫走宋慈安的事耿耿于怀, 所以对他没有好脸色,江助理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只是想告诉你,在工作上,请先上报给我, 毕竟我才是宋总裁的助理。 江云云不音不扬地说着,我只觉得好笑, 虽然我和宋慈安是一个部门的, 但是在工作上基本没什么交集, 我上面还有组长,基本都是交给组长的。 大概是因为昨天宋慈安把我交进办公室的事情吧。 我咬住我的后槽牙,宋慈安这崽子真是会给我树敌啊。 好的,我干脆利落地应下, 请问江助理还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请别挡着我的路。 说完,我就从他的身边错过, 和实习生手挽着手去吃饭。 江云云这人还真是观影大, 只是助理而已,却搞得像皇上身边的太监似的。 实习生在我耳边小声地议论着, 我听说他是宋总裁的同学, 所以在我们部门里,一直挺嚣张跋扈的。 我眯了眯眼睛, 我和江云云的交集不多, 但是也是见过的, 以前他挺直爽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弯弯绕绕。 经过上次的事情, 宋慈安一直都在履行承诺, 除了工作, 基本上就没有交集了。 我在家过上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家务他基本全包。 甚至我上称的时候, 还胖了几斤。 我妈都感叹, 宋慈安是会照顾人的。 我倒是没什么感觉, 只当肚子里的孩子正在发育, 尽管前三个月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我躺在沙发上, 一副大爷的样子, 宋慈安就在厨房和我爸探讨食谱。 我妈看我这个样子, 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怀孕两个多月了, 去做过产检没有。 我摇摇头, 一脸疑惑, 宋慈安他之前倒是在看产检的事情, 但是这段时间公司忙, 一直都没带我去, 可能是想三个月的时候去看看吧。 我妈对宋慈安也是一百个放心, 听我这么说, 也就没有意义了。 只是提醒着我, 你们两个虽然没有谈恋爱的过程, 但也是青梅竹马, 你应该多信任他一些。 我微微醋眉, 总觉得我妈是知道了什么, 只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听到对门的声音, 嬉嬉酥酥的, 听着不真切。 我敷衍着我妈, 听着门口的声音, 阿姨, 我是宋慈安的高中同学, 请问她在家吗? 我微微挑眉, 我听出来了, 这是姜芸芸的声音, 宋母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 但是仍然听得出她良好的教养, 慈安现在在外面有事, 要不然你先进来坐坐? 很明显的疏离之意, 一般人听了, 可能都会自觉地离开, 但是我忘了, 姜芸芸不是一般人, 她欣喜若狂地说道, 谢谢阿姨。 我, 啊这, 我妈也注意到我的表情, 注意到外面的动静, 微微挑眉, 女的, 找小宋的, 我微微汗手, 但是也没有明说之前的事情, 宋慈安已经做到保持距离了, 等宋慈安出来的时候, 我给了她一个眼神, 看了看外面, 宋慈安默默地问道, 你眼睛抽了, 我, 早知道, 就直接发消息了, 在饭桌上, 见于我爸妈在, 所以我没有直接说这件事, 等到吃完饭, 我把宋慈安拉到我的房间, 说了姜芸芸来的事情, 宋慈安听完这件事之后, 眉头紧紧地皱着, 随后才缓缓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来, 但是你不高兴, 我让她下次别再来我家了, 我对宋慈安的情商刮目相看, 打直球还挺对我的胃口的, 我是个自私的人, 既然结婚了, 那双方都应该对对方尊重, 并且考虑对方的想法, 那我们回去看看爸妈, 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问他, 伸出手摸了摸他紧皱着的眉头, 少皱眉, 显老, 我们一样大的年纪, 宋慈安明显不满我的说辞, 纠正着, 我没想到宋慈安这么在乎年纪, 我和宋慈安去了宋家, 江云运正端坐在沙发上, 语气温柔地和宋母说着话, 之前宋慈安对同学感情也是淡淡的, 所以基本上不会邀请异性来家里玩, 江云运上赶着来, 宋母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 我欣赏着江云运吃屎一样的表情, 一时间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慈安语气有些冷, 你来我家做什么? 我是想着来看看阿姨的, 之前上学的时候, 我就久仰阿姨的大名, 江云运看着我的眼神有些不善, 但是还是端着解释, 我微微挑眉, 江云运还是有些脑子的, 没有直接说是来看宋慈安的, 现在你看到了, 可以走了, 宋慈安语气不善, 甚至还有些低沉, 宋父宋母知道, 宋慈安对江云运态度不是很友好, 于是出来打着圆场, 谢谢小江的喜欢, 你要是有事, 就先回去吧, 江云运捏着自己的包, 面色窘迫, 宋家人都明着说, 赶她走了, 也不好多留, 我对上江云运的目光, 怨恨以及探究, 我知道隐婚的事情是瞒不住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只是我不喜欢让自己的私事被别人知道, 就算知道了, 也无伤大雅, 江云运最终讨厌式地离开了, 我脸色镇定地目送她, 回到家之后, 我瞥了一眼公司的八卦群, 倒是没什么消息, 宋慈安给我递了一杯牛奶, 没什么腥味, 但是不难以下眼, 少看点手机, 宋慈安对我看手机的行为略有不满, 但是语气依然平缓, 我继续翻着消息, 心不在焉, 嗯,好, 只会敷衍, 绝对不改, 宋慈安走到我的身后, 给我捏了捏肩, 提醒着, 下周末我带你去产检一下吧, 我点点头, 应该是我妈今天和她说的, 第二天我到公司的时候, 大家的眼神更多的是探究, 实习生看着我, 一言难尽, 扭扭捏捏地问着, 宋慈安姐, 你我面色平静, 姜云润这个大嘴巴, 还真是嘴快, 怎么了, 我疑惑地问道, 实习生脸色变化很快, 最终扭捏了一番, 才缓缓和我说道, 你和董事长, 我捂住了她的嘴巴, 这姑娘什么都敢说啊, 你听谁说的, 我小声地问道, 实习生也不自觉地小声解释着, 公司群里有人匿名爆料你, 和董事长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满头黑线, 这个造谣者还真是会造谣的, 直接把我定性成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了, 你听谁说的, 我耐着性子问着, 实习生调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递给我看, 我仔细看了看, 是昨天我站在宋父身边的照片, 明明宋母和宋慈安还在家, 却让别人觉得我和宋父独自在家, 谁发的, 我有些怒意, 在我心里, 宋父和我爸是一样的, 我不允许我们的关系被别人造谣, 实习生摇摇头, 但是神情还是有些紧张, 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 其实简单想想, 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能出现在宋家, 还能拍下我和宋父的照片, 那只有昨天的江云云了, 我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毁掉一个年轻女性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造谎摇, 众人不会去探究事情的真相, 只愿意相信他们看到的, 我不顾大家的眼神, 直接站起身, 去了宋慈安的办公室, 江云云站在门口, 看到我来的时候, 眼神多了几分得意, 嘴上依旧不饶人, 宋总裁现在正在商量公关的事情, 无关人员请不要靠近, 我抬起眼皮, 朱唇倾起, 滚, 说完, 我把他拦住我的手一撇, 直接推开门, 就往里面闯, 宋父和宋慈安本来坐着, 看见我进来之后, 脸色才好看一点, 你来了? 我先和宋父打了招呼, 随后才坐在沙发上, 宋慈安知道我为什么而来, 安抚道,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宋父明显不满, 呛着宋慈安, 这件事明明很简单, 你和小念公开不就是了? 还是说, 你小子不想公开? 我怕宋慈安挨骂, 连忙解释道, 爸爸, 是我不想公开的。 对, 不公开的好, 这臭小子给你丢脸了。 宋父听到我的话, 立即转换了态度, 面色合约。 我, 好像哪里不对? 宋慈安故作咳嗽了两声, 对上我的毛子, 询问道, 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不好, 要不我们公开? 我点点头, 现在看来,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宋慈安微微一正, 随后眼底显现出效益, 好似得到了什么珍宝, 效益盈盈, 好, 公开。 我总觉得, 他语气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喜悦, 好像和我结婚是绸缪多年的一般。 公开的最好方式就是结婚证, 但是结婚证还在宋慈安的家里, 宋父大手一挥, 直接给了宋慈安一个小时的假, 回家拿结婚证。 惊呆了, 老爸。 宋慈安很迅速地 拿到了结婚证, 拍了一张照片给我, 在朋友圈里编辑了文案, 直接上传, 一气呵成。 我把手机的信息提醒给关了, 因为我知道肯定会炸。 果不其然, 我出了宋慈安的办公室, 就看见大家焦头接耳, 想上前来问我什么。 我猫着身子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恨不得现在有个地缝, 我能钻进去。 宋慈安是给我下了什么鼓, 能让我直接答应他? 姜芸芸走出来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应该是被宋富逊了一顿。 好在没什么人来找我, 等到下班的时候, 宋慈安也不躲躲藏藏, 直接走到我的工位上, 大家开始起哄, 宋总裁来接念姐下班了。 我被说得不好意思, 一言不发地把包给宋慈安, 笑着和大家说道, 到时候请大家吃饭。 我们家安安说得算。 宋慈安笑着附和道, 我?宋慈安怎么像变了个人啊? 大家都笑成一团, 纷纷要宋慈安请客吃饭。 我被这种氛围渲染了, 忍俊不禁, 只是对上姜芸芸的眼神, 她很怨恨, 只是我丝毫不害怕, 甚至直接对上她的目光, 露出一个挑衅的目光。 我不仁慈, 我对造谣我的人没有任何的好感。 那到时候婚礼,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去沾沾服气啊。 江云运不音不扬地开口说道, 宋慈安对江云运越界的行为很不满, 但是在大家面前也不好表现得太明显, 只能不嫌不淡地说道, 你要是愿意来就来咯。 我对宋慈安的表现很满意, 但是在内心还是有点顾虑, 婚礼筹备需要很久, 到时候穿婚纱会不会丑啊? 大家都在调侃宋慈安, 我只是低着头思考。 我回到正常的工作, 只是想跟我一起吃饭的人更多了, 但是宋慈安只要往内一站, 大家就十分自觉地闪开了。 只是没想到, 江云运突然闯进来, 我默默地咽下宋慈安包好的葡萄, 还挺甜的。 她的脸色从错愕变得强装镇定, 最终只能强行红着眼说一句, 宋总裁, 这有份文件, 要您签字。 我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怎么? 搞得我像个小三似的。 宋慈安有点不爽, 板着脸点头, 下次记得敲门。 江云运低着头红着眼, 宋总裁, 之前我也如此, 您不能因为有了女朋友, 有事偏颇。 我只觉得好笑, 她这是在和我示威吗? 凸显出她的特殊性。 只可惜, 宋慈安在男女方面很有分寸, 工作上绝不含糊, 但是私底下不会有一丝牵连。 宋慈安比我更先说话, 你以前没规矩, 很自豪。 一句话, 江云运好像吃了只苍蝇似的, 难堪。 我差点笑出声, 低着头一直抽笑着, 江云运流了几滴泪, 跑出了办公室。 我这才笑出声, 笑到宋慈安的怀里, 宋总裁, 桃花很旺哦。 宋慈安皮笑若不笑, 往我嘴里塞葡萄, 有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 我咽下之后才坐起身, 直接朝着她的肩膀上来了一下, 闭嘴。 最近项目很多, 宋慈安加班已经是尝试了, 但是她很识趣地招了个男秘书。 江云运因为造谣, 给公司抹黑, 股票有些变动, 再加上工作的多次失误, 损失了好几个大客户, 被公司开除了。 我也很放心宋慈安的做派, 经常一个人打车回家。 开玩笑, 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我只想摆烂, 只是当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看到了江云运。 我疑惑不解, 以为她是来找宋慈安的, 压低了茂盐, 准备从侧门走进去。 只是江云运飞快地走到我的面前, 拦住了我。 江念安, 有兴趣聊聊吗? 我错愕地抬起头, 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 你难道不想知道, 宋慈安在大学里的那几年吗? 江云运势在必得, 而我也疯狂心动, 在大学的那几年, 虽然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 但是毕竟不在一个城市, 所以见面的机会比较少。 我对宋慈安的了解也比较少。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觉得宋慈安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至少我们结婚了, 我不会受到任何委屈。 大不了就离婚, 潇洒回到自己的家, 家和存款是我给自己的底气。 那找个茶馆聊聊, 我久久未言, 最终还是松了口。 江云运点点头, 我带着她去了小区门口的茶馆, 那里的老板和我很熟, 我不担心江云运会对我产生什么威胁。 我点了两杯绿茶, 放在她的面前, 确实还挺配她的。 江云运也没计较那么多, 缓缓开口道,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是希望你能帮我在慈安面前说句好话, 我还是想回公司。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我觉得江云运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 她之前造谣我, 给我难堪, 现在还想命令我。 这是求人的态度。 我抬了抬眼皮, 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江云运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是因为你, 我才被辞退的。 我抿了口茶, 是你自己心思不正, 有了男朋友, 还想勾搭别的男人。 也是你自己能力有错, 才会造成公司这么大的损失, 一切都是你就游自取不是吗? 你放屁。 江云运的情绪激动, 你懂什么, 我才是最爱慈安的人。 我内心有些不适, 但是仍然淡定, 所以呢, 你男朋友听到这句话, 是什么感想? 和你有什么关系? 江云运的表情僵硬, 继续往下说着, 其实我和宋慈安,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你也只不过是我的替身罢了, 你和我都姓江,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只觉得, 江云运的精神,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和宋慈安从小就认识了, 所以他把我当成你的替身, 这句话说出来不可笑吗? 还是那句话, 我以数十年的情意, 无条件相信宋慈安。 江云运的表情破裂, 兴许是没想到 我和宋慈安认识已经这么久了, 语气僵硬, 那又如何? 当时在学校, 我们的关系人尽皆知。 我提校皆非, 宋慈安学校的事情我也知道, 这些只是江云运的一些异想, 仅仅是因为你们在高中 是同班同学罢了。 我依旧淡定, 江云运一点就着, 你知道个屁, 当初我们在学校, 在夕阳下相拥, 在小树林里接吻, 你以为你用肚子里的孩子 捆绑住他, 就能困住一辈子吗? 我的关注点很奇特, 一下就注意到了 江云运的话里有漏洞, 她是怎么知道我怀孕的? 你觉得我像是没脑子的人吗? 我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语气里有些不耐烦, 江云运见我油盐不尽, 继续往下说着, 宋慈安的家里有一盆盆栽, 那个花盆是我亲自选的。 所以呢, 我对那个紫色花盆很好奇, 听到她这么说, 心里有些不舒服。 江云运兴许是, 见我感兴趣了, 继续勾着, 她家里的布置都是我不置的, 你住在别的女人布置的家里, 难道心里不格硬吗? 我的拳头微微收紧, 但是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和宋慈安之前住对门, 所以你却没去过她家, 我会不知道。 江云运手中刺激我的筹码, 全被我用一句话赌回去了, 整个人泄了气, 我从包里掏出钞票, 语气淡然, 你这些话术可能对别人有用, 但是对我来讲没用。 我和宋慈安相识多年, 我对她的信任, 不是你能随便挑拨的。 我起身就走, 听见江云运怒吼着, 江念安, 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回家之后, 我和宋慈安提了一嘴, 她紧张细细地想和我解释, 尽管我的内心有些不舒服, 但我仍然耐着性子问着, 那盆紫色花盆是怎么回事? 宋慈安有些忘记, 仔细想了想才和我解释道, 这不是上大学的时候, 你让江云云给我的吗? 我疑惑不解, 我从来不送盆栽给宋慈安的呀。 宋慈安继续解释着, 当时你们劳动课的老师, 让你们种盆栽, 你种了土豆, 接了一些小土豆, 你嫌丑, 就给我养了。 当时是你让江云云递给我的。 经宋慈安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来, 这是我干的事, 因为我是个没耐性的人, 做什么事都半途而废, 种盆栽也是这样。 但是宋慈安会无条件地 接手我的烂摊子, 我的眉眼含笑, 原来她在我的生活中, 已经落下了许许多多的印记。 宋慈安在周末的时候, 组了个局, 邀请大家吃饭。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上菜的时候, 江云云闯进了包间。 我低着头, 享受着宋慈安包好的虾肉, 没有搭理江云云。 大家将目光放在江云云和宋慈安之间, 眼神考究。 我只觉得, 这人脸皮是真的够厚。 江云云好像没觉得难堪, 自己找服务员要了碗筷。 人都坐下了, 宋慈安也不好感人, 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既然她凑上来, 那就秀个恩爱咯, 气死她。 我专心吃着东西, 众人开始喝饮料的喝饮料, 喝酒的喝酒。 不过由于宋慈安的原因, 没人敢灌我酒。 江云云端着一杯饮料, 走到我的面前。 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 我敬你一杯, 过去的就当过去了。 我没有抬头, 经过上次的事情, 我不再想搭理江云云了。 她总觉得自己在别人心里很有分量, 想怎样就怎样。 我一辈子都不会选择冰式浅显, 我记仇。 我太太不喜欢喝酒。 宋慈安伸出手, 挡住江云云的酒杯, 当然,心意也不会领的。 我默默地给宋慈安点了个赞, 这家伙还真是, 说话可真会杀人住心, 当然也很符合我的心意就是了。 江云云眼圈红红的, 语气有着说不尽的委屈, 之前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我也知道错了呀。 关我屁事, 我补了一句, 江云云站在我身边, 感觉随时要哭出来的一般。 我实在受不住, 端起桌上的水壶, 给自己倒了杯茶, 随后应付性地说道, 好了, 我喝了行了吧, 你可以走了。 说完, 我将茶水一眼而尽, 江云云又故作不得已地喝了酒, 最后才离开。 宋慈安看着我的行为有些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喝? 下次交给我就好了。 我微微一笑, 这种人最难缠, 干脆直接碎了, 他的意思就好了。 宋慈安的眼神晦暗不明, 我笑着趴在他的耳边说道, 你已经喝了很多酒了, 不舍得你再喝了。 他的眼里亮起细细碎碎的光芒, 酒足饭饱之后, 大家都吃得尽兴, 江云云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我和宋慈安送走了大家之后, 最后才开着车回家, 因为宋慈安喝了酒, 便换成我开车。 我很少开车, 但是宋慈安在一边耐心地教我, 我起步之后就好了许多了, 虽然速度没有很快, 但是依旧很冷。 宋慈安好像是醉了, 说起话来有些迷糊。 谢谢你, 念安。 我专心开车, 但是还是敷衍道, 开个车的事情, 小问题。 谢谢你愿意生下这个孩子。 宋慈安的语气很细, 藏着说不尽的情谊。 我感觉脑袋空白了一下, 原来他以为我会把孩子打掉。 也确实如此, 要是没有和宋慈安结婚的话, 我是不会生下孩子的。 未来的路漫长, 我不想余生都被一个小孩子给捆绑住了。 宋慈安说了很多胡话, 让我听得有些迷糊, 但是我依旧坚信一点, 男人三分醉, 演到你流泪。 当初我俩在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 喝得迷迷邓邓的, 最后睡到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深情。 宋慈安这仔子, 看狗都深情。 我想着之前的事情,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继续盯着前面看, 却突然感觉到肚子有种下坠的感觉。 我以为是吃坏了辣椒, 忍了下来, 可当我愈发想专心开车的时候, 却感觉下面有一股暖流流了下来。 宋慈安, 我惊慌失措地喊着他的名字。 宋慈安的眼神立即清醒了, 看着我, 你怎么了? 我指了指肚子, 好像是要流产了。 虽然我没有生育过, 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内被拉扯的感觉。 我开始额头冒冷汗, 宋慈安喝了酒不能开车, 整个人十分着急, 你等我叫助理过来。 他一个电话把助理叫了过来, 很自责, 今天我就不应该喝酒。 我安慰着, 没事, 不怪你。 我整个人都呆滞了, 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不至于毫无血色。 好在宋慈安的助理就住在附近, 来得很快, 开着车把我们俩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宋慈安挂了号, 将我送进手术室。 我也紧张地不敢说话, 紧紧握着拳头, 生怕我出什么问题。 医生拿着一气, 在我的肚子上扫尸着, 眉头越皱越紧, 让我觉得有些气氛不对。 但是我不敢说话,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我不会真的流产了吧。 可是, 我已经很小心了。 刚刚在饭桌上的菜 都是宋慈安特地选好的, 怎么会流产呢? 我也没喝酒啊。 等等我没喝酒, 但是喝了水。 护士把我推进了病房, 宋慈安站在我的床前, 恨不得代替我疼一般。 医生进来的时候, 宋慈安连忙上前, 医生, 我妻子怎么样了? 你妻子一切都好, 只是你们确定, 怀孕了? 医生看着病例表, 怎么都没想明白这件事。 我一脸猛,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之前用验孕棒查过, 确实怀孕了。 医生有些无奈, 我说你们夫妻俩还真是心大, 怀孕之后, 不来医院做个检查, 你并没有怀孕, 我只觉得不可思议, 验孕棒难道出错了? 是有这个可能的。 医生解释着, 在B超上来看, 你的子宫内膜有着明显的血块, 简单来说, 就是之前月经堵塞, 现在恢复正常了。 我一头黑线, 感情现在是个乌龙事件。 医生查案房就直接走了, 宋慈安还跟在后面讲了好一会儿的话。 最后宋慈安才进来, 坐在窗边, 握着我的手, 你没事就好。 我倒是觉得有些愧疚, 之前他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表现出来得很开心, 甚至已经开始学习育儿的相关知识了, 不难看出他真的很能喜欢小孩子。 只是现在我没怀孕, 完全就是乌龙。 对不起啊, 我有些别扭。 宋慈安摇摇头, 没事, 是乌龙就好。 要是你真怀孕了, 现在流产了, 对你的身体也不好。 我没想到, 宋慈安会是这种态度, 还挺乐观的。 虽然我没什么事情, 但是宋慈安还是陪着我挂了一瓶葡萄糖, 才回到家。 到家之后, 我有些自责, 当时应该先去医院做检查的, 现在闹出个乌龙, 家里人估计也很难接受吧。 宋慈安看出了我的自责, 牺牲安慰着, 没事的, 咱爸妈不会怪你的。 我点点头, 宋慈安进了书房, 我就坐在客厅看电视,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满身怒意。 我上前握住他的手, 踏踏冲动, 你查到了。 宋慈安一言不发, 只是点点头, 我心里有底, 他做的。 宋慈安继续沉默地点头, 水里有藏红花, 我的心也一沉, 我从来没想到人心能这么坏, 藏红花对孕妇来讲, 可是寒凉之物。 像我这种必经的, 喝了藏红花倒是没事, 只是姜芸芸知道我怀孕了, 还在水里加了藏红花, 居心叵测, 你想怎么做? 他这样, 只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毕竟没给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我理性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弊。 宋慈安抿了抿唇, 越发地脸黑, 总不可能就这样算了吧? 我点点头, 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 宋慈安有些不放心, 但是对上我自信的眼光,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我小产的消息还是放出去了, 为的就是降低姜芸芸的内心防备, 不出我所料, 姜芸芸来了宋慈安的单身公寓, 想假意安慰我。 但是宋慈安编了借口, 说是我伤心回娘家了。 而我此时正在去见姜芸芸男朋友的路上, 等到我见到姜芸芸的男朋友的时候, 心中了然, 确实和宋慈安有气氛相似。 只是在来之前, 我调查了一下, 姜芸芸的男朋友叫吴健, 是一个货车司机, 为人老实, 对姜芸芸是真心喜欢的。 我开门见山, 直接将当初我和姜芸芸的对话放给她听, 这是老板娘给我的。 我真心希望你不要被骗了。 我态度诚恳, 我不想让第三个人被姜芸芸骗了, 她这么好的人有权利知道真相, 我没有多留, 拿着包直接离开了。 随后回到公司, 我去找了财务, 让她仔仔细细地查一下公司的账目。 果不其然, 有一笔很大的疏漏, 我请了沈继去审查姜芸芸的个人账目, 很多资金都在她的账上。 我把这件事和宋富说了, 很快法务便起诉了姜芸芸。 等姜芸芸想补上这个窟窿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她忙着找律师, 我也没闲着, 以她侵害我和公司的名誉权没有, 打了官司。 两件事下来, 姜芸芸忙得不行, 也脱了一层皮。 姜芸芸最终还是提着礼品来找我道歉,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直接一个冷眼,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这些事情没有别人逼着你做, 所以你也不要来道德绑架我。 再送你一句话,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当初你在水里下红花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报应不爽的事情,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没有继续说, 只是让宋慈安把她赶出去了。 宋慈安看着我有点生气的样子, 安慰着, 这件事你做得对。 我当然是对的了, 我丝毫不觉得我做错了, 姜芸芸做出损人利己的事, 那就别怪我用法律的武器反击。 我就算耗时间耗精力, 也要将这件事告到底, 只求一个公平正义。 这几场官司都是宋家认识的律师帮忙的, 没有丝毫差错, 最终胜诉。 姜芸芸因为贪污数额在20万以上300万以下, 被判4年以上有期徒刑。 再加上损伤我的名誉权, 给我道歉, 并且赔偿损失之后, 锒铛入狱。 我没有继续关注她, 和宋慈安一起回家说明情况。 好在两家的父母都比较开明, 没有说什么。 毕竟都结婚了, 以后来日方长吗? 我和宋慈安开诚不公地谈了一次, 她不想离婚。 我想想也是, 最终我们俩举行了婚礼。 在婚礼结束之后, 我才问到, 当初领证的时候, 你怎么回消息那么慢? 还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宋慈安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 吐出的热气让我觉得有些痒, 很早之前, 我就想着娶你了。 当初你说你怀孕了, 我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婚礼咯。 我气得给了她两下, 原来你早有预谋啊。 其实, 一切都刚好不是吗? 宋慈安在我的耳边说着, 我双手勾着她的脖梗, 脸颊微红, 所以, 你那时候到底是不是装罪? 你猜? 宋慈安堵上我的嘴。 我们在婚礼结束之后, 踏上了蜜月旅行, 在云南的沧山而海相拥, 在国外的街道亲吻。